你 别跟我说你一晚上都在这儿 这唐家领啊 最美的就是日出日落 铁鱼他们在外给他租了一房 他准备翻走了 今晚上想大家一块儿吃个饭 特意交代要你去 怎么样啊 别放你那倔皮气了 给我个面子 行 我给你这面子 昨天晚上你跟我开玩笑的吧 我觉着我没赢 你呢 也没趴下 我是不想 要是钱的事都是小事 我呢 接了几单私活 对方说得挺大的 干嘛呀 我私房钱 我确定不是钱 来 来 多给你一块儿 我妈也很大了 不是这美风阿姨怎么知道你情况 是啊 我也以为自己戏眼的挺好的 可是我妈全都明白了 你说你们啊 都拿钱来撑着我 可现在我真不知道我拿什么来撑着自己 大家不是都希望能够好吗 希望 这心里头啊 最容易产生的是希望 可最难承受的是失望 这承受不住的时候它就是绝望 不 你知道吗 我特别想把这张货款单表起来 标击我的天下 然后给自己发一个坑老族的证书 怎么着啊 这刚多长时间啊 这绝望了 我发出这三百多成钱 我欠着你的钱 我蹭着大宝和老蟹头的饭 你知道这一千多块钱代表着什么吗 最后的希望 这一千多块钱 够我花两个多月的 如果两个月之后 我还爬在地上 那我 放弃 请问你们这里是招 销售经理对吧 对我之前给你们投过这个简历 我叫赵若生 那个 喂 喂 不过周一啊 不是 今天周姐啊 esses 那 真多的工作哩 想什么呢 这些工作又不是你的 是人家中介公司的 除非 你是人家的人 这咋能成人家的人啊 够傻呗 在他们这找工作 得先交一百五十块钱 也不知道工作好不好 就得把钱交到他们手上 傻子才干嘛 爸 您怎么一天来两回电话呢 一凡啊 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容生他过得不好啊 您就放心吧 他什么时候都没有 好着呢 我跟你说啊 我的儿子我还不知道呢 你别看他不认我 可他身上流着是我的血 你不管隔多远 我都能闻出 他身上不如意的味来 爸 我跟您说啊 您别着急上访啊 容生呢 最近失业了 而且跟那个王源也分手了 到现在都没找出工作 所以最近情绪不太好 容生这孩子 最大的优点就是要强 最大的缺点也是要强 你说这么多事情 不如意的事都对到一块来 我怕他憋出病了 一方我跟你说啊 你是哥哥 这个时候你得帮他一把 感情上的事你跟他多说一说 工作上的事呢 你给他多出出主意 行了啊 那我先挂了 老虎 给谁打电话呢 要帮谁渡过难关啊 一个老朋友 病 我看你是有心病吗 你是不是给一帆打电话 问你那儿子的事 他不想理你吧 老虎 我不是不想让你关心容生的事 可我看见你一次次热脸贴着孩子冷屁股 我心里难受 他怎么样 不好 最近工作和女朋友都丢了 我不是个心胸小矮的人 我知道 你是想要让一帆帮帮容生 可一帆在北京也不容易啊 你不能把什么事都往他身上揽吧 我知道 我知道 我呀 生得一样的两个孩子 都躲不住 怎么着 罢工啊 修了三个多小时了 还没修好 人家可等着要呢啊 我这有点烦头 烦 看我给你订的这些维修单 还烦吗 看你这样真烦了 什么事啊 说给我听听 陶 陶 咱们这儿还招人吗 嗯 招 那太好了 我呢有一个弟弟正经大学毕业的 会修家电 这国可以教他 人特别聪明一学就会 你真打算带徒弟啊 嗯 那可得分你的钱 没问题 真的啊 嗯 太好了 我有一大人 维修绩效刚毕业 人特聪明 你就带他吧 肯定比你弟弟上位要快 那会儿啊 咱也能多接点私活了 啊 李凡啊 干咱这个活可得讲句专业对口啊 这跟咱的经济效益可是直接挂钩的 话说回来了 你弟弟是大学毕业生 他能弯腰 可不见得他能低头干这个 可别到头 跑心办了坏事了 您这话还真说对了 我呢能修理电器 还真就修理不了我这弟弟 自己再想想吧 友谊第九天城 嗯